行車記錄器拍下驚險瞬間 一名行人亂闖馬路 被白車迎面撞上 這名女子一次拿著傘在擺弄 沒再看路 可以看見車輛不少 富人還硬闖要橫跨馬路 白車似乎也沒讓行人 一次死角沒看見就這樣撞上 我在猜會不會是被我的車擋到 那是他在我的左後方 照理說他應該是看不到那個女生 中間車道的車主目及一切 分析有可能是被車子擋到視線 但仔細看要撞上的瞬間 白車還是有稍微煞車 但反應不及 被中的女生也根本沒注意 直接噴飛倒地受傷送醫 因為他拿一閃拿克 他根本就沒在看 如果登參考用的話 事發在12號下午 高雄左營巨蛋附近 市區路段車流量大 但還是有行人不管燈號 闖馬路 畫面曝光網友狂酸 不錯 總找特斯拉 行人帝王條款給了行人勇氣 是誰要看路 開罰6000不囉嗦 行人在道路上不依規定 擅自穿越車道 處新台幣500元罰帆 行人亂闖車道被車子撞飛 警方判斷趙澤不會針對 不理讓行人開罰 但不走斑馬縣的婦人 除了受皮肉傷 還要吃上500元的罰單 貪議時方便可得付出不小代價 得不償失 記者葉正雲 郭宜貞 高雄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東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